如果呢 你已經錄好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齁 你在這邊 確認一下 我按開始錄制嘛 你現在按串流沒有用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還沒有設定啊 你還沒有設定你的YouTube或Facebook的那個金曜 所以按串流不用擔心 不會馬上讓你同學知道 但是呢 你按的這個錄制停了 它預設錄的影片格式是什麼 叫做FLV 你可以從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錄影 這個地方 顯示錄影 那麼你按下呢 預設錄影的位置 都在我的最愛裡面有一個視訊 你會看到這個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電腦不能播放 誒 知道FLV這種格式嗎 有沒有 下面有寫喔 LV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啦 但是加個F 叫做Flash Video 可是你知道現在Flash不行了嘛 所以呢 它可以幫我們轉換 轉換成什麼 MP4 所以你一樣到檔案這邊 有沒有重新封裝 重新封裝 你就告訴它 按下瀏覽 你就可以看到剛剛你放的那個錄影的位置 預設了錄影的檔名 是跟你的日期時間有關係 所以你從那個就可以知道 錄制的時間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選好了之後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馬上幫你轉成 MP4 它會變成MP4 你只要按下重新封裝 好 這個不會太久 一下就好了 好 一下就好了 那 轉好之後呢 你電腦也可以馬上播 好 也可以馬上播 好不好 那如果呢 你沒有錄的也沒關係 你就是到老師這邊 把這兩段我們剛剛同學組裝的那個過程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 把它下載下來 待會兒呢 我們需要用到ATIPRINT的這個軟體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安裝的 請你先安裝一下